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行动限制令 所以几乎每一个人都不能够出门 所以最近我会看到很多妈妈的孩子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头发越来越长了 但是又不可以出门 不可以去外面剪头发 不可以去理发院剪头发 所以小朋友的头发就越来越长了 怎么办呢 尤其是她们的那个刘海 对不对 会越来越长 有些还会盖过眼睛 对不对 就好像我家的妹妹一样 她现在那个刘海已经盖过眼睛了 所以呢 我看到有些妈妈就把小朋友的刘海绑起来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说很像野树 但是妹妹就会说很像什么 很像爹地 很像爹地 爹地也是有绑 还有很像什么 你那天有想什么 很像UNICON OK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 头发越来越长了 但是又不可以出去外面理发呢 OK 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本绘本 就是跟这个头发有关系哦 来 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可以给我一个爱心 我们就开始咯 OK OK 好 这第一本绘本是大头妹 OK 周则是土田生子 翻译是周瑶萍 OK 你们看这个人是谁呢 大头妹 他就是大头妹吗 他的头很大 可是头大是啥 发生了什么事 是 为什么这个大头妹的头很大 头发很少 OK 因为我们在家里 钻到 OK 我们就进去 来 小朋友 这是什么呢 甜甜的味道 诶 而且说这是甜甜的草莓 哦 而且说是甜甜的味道 妹妹说 这个是酸酸的草莓 因为妹妹吃的草莓是酸酸的 所以她说这是酸酸的草莓 早上吃包的颜色 哦 她姐说今天她早上吃包的颜色也是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哦 好 来 大头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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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做什么呢 在哪里 拿一只漆里 要去给妈妈一剪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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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说 口 LISA 口髮已经夹好啥 剪好头发的大头妹 成了这个样子 大头妹变秃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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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秃 大同妹凸出来的额头都大笑起来 大家笑他 哥哥笑他 嘟嘟嘟嘟嘟嘟 姐姐也笑他 然后这是谁 这是爷爷 这是爷爷爷爷 爷爷也在屋里偷偷的笑他 这个时候大同妹在哪里呢 在这里 大同妹在这里 你们有看到大同妹的表情吗 很生气 很生气 他站在一只旁边 很生气 他不开心了 大同妹最喜欢出门买东西 但是今天 他去都不想去 谁叫妈妈把他头 把他剪成了秃头呢 小朋友你们有看到 大同妹在哪里吗 大同妹在哪里吗 大同妹在这里 妈妈拉着大同妹说什么 快点啦 因为妈妈要赶着去买东西 哇 这个是什么地方呢 小朋友 卖很多东西 卖很多东西的地方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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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还有呢 那里有很多假头 这是忍者 妹妹这是忍者 OK 我们接下来可以 卖鱼的叔叔对大同妹说 大同妹 剪头发了啊 额头很漂亮哦 哦 这个卖鱼的叔叔这么说 妹妹 然后 他就说 变成兔头妹了 这个时候 你看到 大同妹的表情吗 小朋友你们有看到 大同妹的表情吗 哦,大同妹似乎好像不太开心哦 如果的外国人也说 oh cute 虽然听不懂 但是大同妹晓得 外国人是在讲她的额头 外国人在哪里呢 外国人说 oh all the bros 但是这个时候大同妹看起来有开心吗 没有啊 她还是不开心,对不对 接下来 有两个大同妹 回到家 大同妹变得非常非常讨厌她突出来的额头 大同妹跑去哪里了 哦 妈妈说 大同妹,真是的 哦,原来大同妹跑来 跑进了哪里 这个是什么地方呢 房间 房间 大同妹怎么了 她抱着自己心爱的熊熊 她说什么 我才不是兔头妹呢 哦,这个时候其实她还是很 她怎么样 小朋友 你看这个时候的兔头妹怎么了 好 兔头妹很伤心,对不对 对 OK 这个是她们的房间 OK 你如果这么讨厌秃秃秃的额头 哦,她学什么 她学谁 她学猫猫 她学猫猫走路 因为妈妈教她说这样走路 那个额,那个头朝下 就不会看到她的那个额头太过明显 但是这个时候 妈妈和姐姐看来会怎样 很好笑 很好笑,对不对 好奇怪哦 妈妈就 哦 如果把额头隐藏起来就没事了 简简单单 哥哥用马克笔 在大同妹的额头上 不知道画些什么 哥哥一边画的时候一边怎样 一边偷偷的笑 对吗 大同妹的额头上 出现了另外一双眉毛 和另外一双眼睛 爸爸、妈妈、爷爷和姐姐 都吓了一大跳 哦 大同妹在哪里 哦 大同妹在这里 爸爸讲了什么 爸爸说 你的脸是怎么回事啊 爷爷说 哦 那 那是什么东西啊 妈妈 吓了一跳 只有哥哥在做什么呢 哥哥在偷偷的笑 哥哥怎样 哈哈哈哈 偷偷的笑 大家都流汗了 小朋友你们有看到吗 欢迎 在同妹也流汗 给你们看一下哦 只有哥哥在偷笑 其他的小朋友 其他的家人都在流汗哦 都吓了一大跳 到了晚上 大同妹担心了起来 如果明天 额头还是这个样子 要怎么办呢 明天 大同妹得到幼儿园上学 哦 这个时候 大同妹问了姐姐 明天 她出来的额头 会恢复原来的样子啊 姐姐 嗯 姐姐什么话都没说 她只是回答 妹妹 嗯 这个时候 哥哥已经睡着了 第二天 第二天 大同妹比姐姐 和哥哥 都要早 从棉被里跳了起来 哦 大同妹要去哪里呢 看到没有 大同妹 跑跑跑跑 哦 大同妹一定是心想 额头已经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这个时候 哥哥还在怎么样 睡觉 哦 还在呼呼大睡 姐姐呢 也在睡 姐姐好像要起来了 对不对 OK 来 我们接下去 没有关系 来 镜子里的大同妹 额头还是粗粗的 哦 你看 看到吗 镜子里面的大同妹 大同妹 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 好像不是很开心 OK 她说了 讨厌讨厌 哦 突突突的 我不要去学校了 这个时候 大同妹在哪里了呢 在里面 哦 原来 大同妹 有转回了 被子里面 看到吗 你们有看到大同妹的脚吗 手 这是手还是脚 哦 有手也有脚吧 对不对 OK 啊 在棉被的 边边 OK 然后 哥哥就问啊 怎么了 姐姐 弯下去 哇 猫猫也来问啊 怎么了 OK 大同妹一哭 姐姐就说 大同妹啊 大同妹 我要给你一个爱上额头的咒语啊 哦 姐姐怎么了 啊 我的挣扎 妈妈说哦 姐姐梳着大同妹的头发 哦 一边梳的 一边梳的 咿啪啪 一个小小的声音 小起来 咿 发生什么事了呢 我们看哦 哇 大同妹跑到镜子前 一看 额头上夹着她最喜欢的草莓发夹 嗯 在哪里呢 哦 就在这里 对 哇 妈妈说 好可爱 快看快看 快看 我额头上的草莓 很可爱吧 她跑去问了谁 哥哥 问了哥哥 哥哥说 嗯 她跑去问了在做运动的爷爷 爷爷说什么 哦 她跑去 问了爸爸 爸爸说 哦 哦 什么 什么 好像听到了 额头的咒语啊 这个时候的 大同妹怎样了 小朋友看到了 很开心 很开心 对不对 她已经露出了笑笑的脸 OK 然后她跑到厨房 她跟妈妈说 你看你看 快看快看 快看我额头上的草莓 很可爱吧 不快点去上学不行啊 知道了 哦 妈妈担心 额头妹迟到 然后 大同妹的额头 真可爱 这个到了哪里呢 小朋友 好 学校 到了学校 为什么你们会觉得她是学校呢 因为全部人穿着一样的衣服 哦 大家都穿着校服 对不对 都穿着制服 所以大家都围过来了 大同妹在哪里呢 在这 哦 有一个 头发夹着一个草莓 呃 发夹的这个就是大同妹 大同妹的额头真可爱 哦 另外一个小朋友说 我也想要变成那样 大同妹的额头的咒语 不断的 广播 哦 这个说 我也要叫我妈妈买给我 哦 这边有小朋友说 真可爱 好棒哦 哈哈哈哈 哇 大家都围过来了 结果 第二天 所有所有的人 都变得跟大同妹一样了 这个时候小朋友 你们找得到大同妹吗 找得到 是吗 是 她是大同妹吗 哦 这个也很可爱 对不对 哦 大家跟大同妹有像吗 很像 很像是不是 哦 老师也有 好可爱哦 哦 哦 原来大家都跟大同妹一样 在这个头发的 呃 这边夹了一个发夹 有一个人是新鲜的 哦 大同妹回到家的时候 她也帮谁夹发夹呢 猫猫 猫咪 这个时候的猫咪怎样 不要啦 哦 猫咪 不要啦 猫咪好无奈哦 对不对 你看猫咪的眼神 OK 玩 好 这是第一本绘本哦 OK 啊 这个绘本呢 它讲述的是 每一个人曾经都有过的 心情故事 但是在欢乐中 它其实展现的是 小孩子们的天真 然后卡通式的画风呢 它其实啊 爆发感受 OK 画面非常的丰富 它让小朋友自己去 观察和发现 好像类似像这个一样 其实它的画风 真的真的是很丰富 啊 比如说这一面 其实这一面 有些小朋友 他们可以看上半个小时以上 为什么呢 他们可以很仔细的去 啊 观察每一个小朋友 每一个人物 啊 比如说啊 这是什么呢 啊 这是忍者 啊 忍者猫 啊 这个 这个是谁呢 他们会一个一个的自己 啊 去观察 还有人在示范团 嗯 嗯 OK 不同的人物 在自己看到的不同的人物 OK 还有在房间里面的一个景 OK 还有啊 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 让小朋友观察 啊 妈妈准备了些什么食物 在这个桌上 OK 这是第一本绘本 大同妹 OK 好咯 好咯 哈喽 Jerry 你们在看吗 来咯 我们要看第二本绘本咯 什么 哈 OK 来 好 哈喽 啊 嗯 梁宝 还有 Trowman 和弟弟 OK 我这边往先 因为我要看得到的 你们的comment 会比较慢一点点 OK 如果大家已经准备好了呢 你们可以给我一个爱心 那我们就开始 第二本绘本 OK 这一本绘本 它会比较适合比较大一点点的小朋友 但是小朋友都可以一起听哦 OK 开始 妈妈发火了 OK 作者是吹书喜 翻译是 麦田文化 OK 小朋友 你们有看到吗 有 这是妈妈的影子 哦 这是妈妈的影子 为什么你们会觉得这个是妈妈的影子呢 因为妈妈很生气 哦 因为这边有写妈妈 然后妈妈很生气 妈妈怎样 你怎样觉得妈妈很生气 因为妈妈插腰 哦 妈妈插着腰 OK 妈妈 嗯 哦 妹妹做了一个差样的动作 叫我看它 OK 但是你们有注意到吗 这个小朋友的表情 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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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这个小朋友的表情 还有呢 还有很伤心 哦 妹妹说很伤心哦 到底是害怕还是伤心呢 伤心 那我们接下去看 诶 这是什么颜色呢 小朋友 橙色 橙色 草的颜色 嗯 应该是很舒服的 哦 妹妹衣服的颜色 OK 妹妹还没有换睡衣 好 来 妈妈发火了 有看到火吗 有 小朋友 OK 但是这个时候妈妈出来了 你们有看得到妈妈吗 看到妈妈的表情吗 有 有 妈妈怎么了 很生气 很生气 很耐烦 妈咪这样子 她这样子 哦 她这样子哦 妹妹比了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告诉我 就像这个妈妈一样 来 OK 开始 妈咪又这样子 呵呵 今天的午饭是小三最爱吃的炸酱面 我是炸酱面怪物 我要把炸酱面滚滚滚通通吃光 小三说 结果 又来了 你又来了 赶紧 给我老实做好 快点吃 妈妈插着腰 大声的 那里还有样子 那里还有样子 OK 你们看 这个时候的小三 其实她很喜 很怎样 你们看一下小三 很 很 很 快 快心的吃面 哦 大姐说小三 其实是很开心的吃的 大姐把她的座山弄成乱乱 哦 妹妹说 小三把座山弄成乱乱 跟谁一样呢 跟谁一样 跟阿妹一样 哦 跟阿妹一样 very naughty 哦 OK 小三拿着小水盆 一面洗脸 一面玩水花 水盆里的香皂被花散一抽 整个卫生间 顿时充满了泡泡 哇哈 这里是泡泡王国 小三说 结果 啊 结果怎么了 妈妈进来了 妈妈说了什么 妈妈说 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我不是跟你说过在浴室里 胡闹是很危险的吗 妈妈抓狂的声音 想撤屋内 这个时候 小三 还是在玩着水 对吗 玩吃了浴室里的泡泡 OK 小三老老实实地做着画画 这是妈妈 这是妈妈 这是小三 这是小狗 画着画着 纸好像不够了 可以吗 OK 啊 我去那边画吧 小三说 结果 这是家 不是给你乱画的地方 我简直要被你气死了 妈妈火帽上张的吼着 来 大家看看 小朋友看看 小三画了什么呢 哎呀 妈妈 小小狗 哦 小朋友看得到吗 小三画了什么 小三把这些图画画在了哪里呢 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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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吗 泡泡的墙壁 哦 泡在泡泡色的墙壁 还有吗 除了墙壁 小三还画在哪里呢 地上 哦 还有地板上 白色地板 白色地板上 嗯 画在地板上 小三被妈妈的火气吓坏了 他的手脚不知觉地抖个不停 他气都不敢出了 这个时候你们有发现到吗 有 他很伤心 看一下 这个大气是来自谁 妈妈 妈妈 这个的时候小三怎么了 很伤心 很伤心 有吗 有 有 还有呢 有他很 爱盖嘴巴 哦 他吓到了 所以他盖着嘴巴对吗 对 对 OK 啊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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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三发生了什么事 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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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欸 欸 这是谁呢 他在做什么呢 哭 小朋友 他在哭 是谁呢 妈妈 是妈妈在哭吗 还是谁在哭呢 妈妈 小三 是小三在哭吗 对 来 我们再看另外一边 哦 这又代表了什么 看一看 没有讲话 大家都静了 大家都好安静 这个时候 接着发生什么事 妈妈很伤心 妈妈怎么了 伤心 伤心 妈妈哭了 OK 小三不见了 一传热火从地面升起之后 小三就这样一下子消失不见了 小三小三 妈妈立刻四处去找小三 妈妈翻山越岭 千辛万苦 终于发现一座城堡 城堡的窗户上 映出一个小孩儿的影子 居然疲惫不堪 妈妈还是努力的向城堡跑去 诶 妈妈在哪里 妈妈在这里 妈妈在这里 城堡在这里 来 小朋友 看一看 城堡在哪里 城堡在哪里呢 哦 城堡在这里 妈妈看到的那个人影在哪里呢 对 上面 哦 在那个窗户里 OK 哦 这个城堡是什么东西做成的呢 炸酱面 炸酱面 还有呢 哦 一些配料 一些蔬菜 还有这是什么 鸡蛋 鸡蛋 还有很多碗 哦 旁边有很多的碗 这个月亮都被吃掉一口 OK 小三 你在喊谁 我是小娜娜 你知道吗 妈妈每看到我 就告诉我要老实做好 每次她叫我老实一点 我心里就特别委屈 是 是吗 你心里会委屈啊 妈妈可能不知道 才总这样要求你的 没找到小三 妈妈失望的离开了城堡 来 这就是 这是谁 小娜娜 哦 这是小娜娜 有 她的头是碗来的 哦 她的头就是 那一碗炸酱面 OK 她的头发是 那个 那个 菜 哦 这个她的头发是那个菜菜 妹妹说那个头发是菜菜做成的 OK 妈妈继续向前走 她爬过高山 搭上小船 来到了啪啪湖 眼前又是一座城堡 窗户上又有一个人 落影落现 妈妈 妈妈小心翼翼的滑着船 靠近那座城堡 城堡 城堡在哪里呢 哦 这是另外一座城堡了 这里有水的 这里有水的 小朋友看到吗 这是另外一座城堡 OK 这里是个人家酱面 这边 哦 我看到她说她是大姐的朋友 哈喽 OK 我们接下去 是小山吗 不是 我是小泡泡 你知道吗 妈妈总是对着我大喊大叫 每次她从我吼的时候 我身上的小泡泡 就会噼里啪啦的往下掉 妈咪 如果总是这样 我的身体就会越说越小了 是 是这样啊 妈妈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是谁 小泡泡 小泡泡 这是小泡泡 她头发是泡泡 她的身体也是泡泡 哦 原来她的头发是泡泡 身体也是泡泡哦 她的头中间是Bullet Babel 好像她的头发对不对 妈妈继续向前走 过了泡泡湖 一座陡峭的悬崖 挡在了妈妈的面前 悬崖的峭壁上 都是五颜六色的涂鸦 这些涂鸦 让她感觉似曾相似 是 妈妈好不犹豫的向悬崖顶爬去 诶 你们有看到吗 这些 是谁画的呢 这个墙子 是谁画的呢 这个墙子是在 妈妈家里面的那个墙子 哦 是妈妈家的墙子 这些图画是谁画的呢 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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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到吗 OK 它连那个 那些 那些 这些是什么 那些画画的东西 画的东西 哦 画画的眼亮 小三 这个时候 妈妈已经怎么了 小朋友看一下 这个时候 妈妈已经怎么了 没有力 没有力了 妈妈已经累累了 对吗 对 我不是小三 我叫小图图 你知道吗 妈妈一生气 就总要 总说要被我气死了 可是 妈妈 我真的真的很爱妈妈 听到这话 妈妈突然感到心底的最后一丝 力气也被冲光了 来 小朋友 你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小图图 他的鼻子 OK 他的鼻子是什么 颜料 哦 是一个颜料 他的脸是颜料 对不起小三 妈妈真的很对不起你 妈妈 武力的瘫倒在地上 就在测试 哎 黑黑为什么会变了来 哦 而且发现 妈妈身上的衣服 越变越黑 而且越来越 好 旧旧了 旧旧了 在雨 妈妈 小三出现了 神秘消失的小三 终于回来了 你看小三 看到吗 小三在妈妈的裙子里面 哦 是吗 二姐说小三是从妈妈的裙子里面爬出来的 小朋友你们觉得呢 他刚刚睡觉去了 哦 大姐说小三的眼睛看起来好像刚刚睡醒 小三 小三对不起 儿子 妈妈爱你 小三紧紧的抱住了妈妈 妈妈也紧紧的抱住了小三 玩 小朋友你们喜欢这本绘本吗 这本绘本是 妈妈发火咯 什么是 哈哈哈 OK 好 我稍微解释一下 这本绘本呢 它是韩国著名绘本 OK 其实它是一本表达爱的方式 只是它在这个绘本里面 它有展现了很多小朋友 其实他们天真 但是他们 调皮活泼的样子 但是这些呢 其实都是给家长 爸爸妈妈们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但是它却能够很好的体现 家长每天在家里经历的一些 呃真实的场景 所以呃 很多妈妈看了呢 呃 诶其实 哇 好像 好像就是 好像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是会觉得 诶 这个好像在提醒着我自己 好像就就是在讲我嘛 对不对 OK 好咯 今天这就是第二本绘本 妈妈发火了 希望小朋友们会喜欢咯 来 OK OK 哦 OK 来 你给我那一个 啊 好 OK 哦 还有 Grace 谢谢你们 还有一个 Fairys上也是在看 OK 谢谢 大表姐 OK OK 好 亮宝 哈喽 还有Jenny 跟 黄张显 哈喽 好 今天的 呃 惠本 Sanima 惠本 惠客室就到这里咯 我们今天有点超时 谢谢大家 拜拜